上一周韩国娱乐方面都有哪些主要新闻呢 让我们回馈一下 既然这明星谈恋爱已经是老调牙的话题了 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在韩国一人间闹肥旺的现象各位常见 但是事实尚未曝光之前 他们的经纪公司总会一口否认 你说的没错这以前的现象 但现在有点奇怪的是 特别是在韩国一人 他们的恋情一旦曝光了以后 他们就会出面肯定一切 以防日后是非口舌 没错不过说到的一人毕竟是公众人物 特别是在娱乐业高度发达的韩国 避免恋爱公开也是情有可原 对在这里不得不佩服一下 为爱不顾一切的韩国女星 恒美冷对千夫只不说 还要验下很多不能说的秘密 可以说在场恋爱的前后 受伤的往往是女方 没错 韩国演员韩慧珍 最近公开了 与国角齐成雍 齐桑勇恋爱的关系 最后韩慧珍受到了 最大的心理压力 韩国国角齐成雍 非常著名的族群运动员 韩慧珍在跟齐成雍谈恋爱的时候 在起步阶段网友就说 她对爱不真诚 不够坦白 她这场恋爱是他们两个人的甜蜜 但是压力却有女方独自承担 说的没错 其实无论是哪位一人 在恋爱生活中 总会遇到一两次的离别 没错 但奇怪的是 女方往往是一场恋爱中的罪人 这不知道是不是韩国向来的 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做谁 男尊女卑 在这种异样的眼光 短时间内可能会难以消除 是的 作为韩国女孩 我认为在韩国社会内 还是存在的这个大男子主义 就是根本原因 希望这个不正之方 咱们会被消失 好 下面带来一则国际巨星赛 鸟叔的最新消息 鸟叔兴趣 声势 Gentlemen 12日临时全球首发 在第一时间的秒杀 韩国各大音乐盘把他榜单了 是的 塞上周六在十五尔世界杯TV场 举行了演唱会 HAPPENING 对 他首次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呢 嗯 他还要在4月5月和6月 在美国乌州和亚洲等地 开展这个新区宣传活动了 嗯 塞这次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surprise 你像上次Condam Style对吧 这一次的绅士的MV中 他听说要邀请韩国著名综艺节目无限挑战的所有成员 来一起参与拍摄 不知道会不会带来像上次一样的火爆效果呢 没错 我还记得当时在公开了这个江南style的时候 全世界都嗨起来了呢 都嗨起来了 是的 希望这首歌也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嗯 好 下面同样是一则有关韩国国宝级明星的消息啊 嗯 宝儿 宝儿下个月18号啊要在台湾大学体育馆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 是的 这是宝儿出道以来首次在台湾开唱的 嗯 没错 演唱会名为宝儿Special Live 2013 宝儿要现场这个七张专辑中所有人进歌区呢 嗯 不过韩国的朋友也别担心 韩国的歌迷朋友也有耳福了 是的 在台湾演唱会结束以后呢 宝儿将于同月的25日和6月1号 分别在韩国的大秋和福山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 是的 我们到时候去看看吧 好 跳你请 好了 韩国娱乐方面的消息就到这了 更多内容呢 请关注亚洲经济的官方网站 再见 再见 再见